大家订阅了我的频道吗? Hello 大家好 Andy 哥华 今天来到东京出差 找到一位观众 他的经历我觉得非常有趣 大家都知道 我之前也说过 4月1号是上班的新竹 刚刚第一份工 就会是4月1号开始 他就是 现在日本社会的新竹 不如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我叫Billy 今年23岁 1998年 我想问问你来到日本多久? 现在来到日本三年半 三年半 要补充一句 因为他不想上镜 因为人家刚刚工作 所以这段影片是有格制的 我知道大家想问我 现在补充这句话 你来的时候 最后就是28岁 差不多19岁 日本成年是20岁 在日本社会来说 你是未成年过来的时候 是 我想问你 一开始来读 你是读什么? 一开始来日本 是来日本的时候 一开始来日本 是读 日本语学校 然后读了多久? 读了一年半 之后就找了一间 读车的 专门学校 专门学校 如果大家立即理解到 就是类似 Hideep 类似 阿蘇 总之不是大学 另外一种 在日本中学之后的出路 那个在日本 统称为 专门学校 是什么什么 专门学校 专门学校读两年 所以你来过三年半 年半语学校 两年专门学校 整车 修理车 维修汽车 这个就是他读的资格 在日本整车 就不同 香港说跟师傅 入车房学 几年就出事 不是的 日本去整车 你是要去读的 这里 你要做剪头发 非法师傅 都要去读书 是没得再跟师傅 去做的 还有日本 去做一个 正式的 收车 师傅 是要考各家级的课 那你那个课格了 应该 是 合格了之后 就 可以是一个正式的 国家认定 整备市 是 很多 可能大家都会 听过 说日本 你去大手企业 上班 或者你要建工 是非常之麻烦 非常之繁琐 事情 我相信 本田叫大手企业 应该没有一个人否认 应该大家都认同 我想问 建工 就是你要 我要做本田 去到他 应该说 我请你 用了多长时间 建了几次工 建了一次 建了一次 你同时 有没有给其他 牌子的求职信 所以就要问这些问题 有没有给过丰田 马斯坦那 那些呢 没有的 只是香港大人 打了格子 不算是真还是假 但是 其实 我们之前有谈过 他那家专门网口 是100%就业务 人人有公开的 开心事 人人有公开的 如果人人有公开 基本上是 你选择他们 比他选择你 如果是100%的 布局 也是 你想 选择哪一个 牌子 其实都OK 如果他有招聘 本田是好的选择 我都觉得 本田是 应该好玩一点 应该好玩一点 不如分享一下 你第一天上班做了些什么 我有分享到 我去办公司 去听公司的历史 你第一天上班 是否又是听公司的历史 是 都是听 本田中一浪 都是本田中一浪 播他的片 对话 赛车的理念 也有说 什么是VTEC 即是第一天上班 是听公司的历史 你第二天上班 何时才能接触到车 真的接触到 不算你开公司的车 真的接触到别人的车 接触到别人的车 是第四天 即是昨天 前天 昨天放假 前天 帮他做了什么 有没有经验 我记得了 做日本的一个例行建训 怎样怎样 你觉得 这个工作和你 想象中有没有不同 接近 没有大分别 不过是比想象中的 真的多很多 比想象中多很多 可能到大家最关心的东西 就是 一个新入职 做本田 整理事 我想问月薪 有没有20万日元 没错 又是广告时间 我们今天要讲的 亦都是 Sharkshark VPN VPN 可以给到什么呢 就是 网络安全 相信在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会注意到 网络安全 是多么重要 当你使用了VPN 之后 本来 如果你没有用VPN 你的网络终枝 是很容易被人找到的 但好像VPN之后 你就像哈利波特 穿了一个透明的斗篷感的感觉 那在什么时候 用VPN是最适合的呢 就是公共Wi-Fi使用的场合 就是最适合使用VPN的地方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公共Wi-Fi 其实就很容易 会被人猜到你的东西 即使是公司的Wi-Fi 你也最好 就是使用VPN 这是说真的 真心说话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大家有看 串流平台 例如Netflix HBO Disney 那一款 其实有些影集 只能在某一个地区看到 例如 日本有些Netflix的日本电影 或日剧 或动漫 只要在日本本土 你才能看到 但如果你用VPN 连到日本的伺服器 你在香港也会看到 日本限定的影集 如果大家有用串流平台 真的要 得到VPN 才能发挥到 串流平台 最强使用方式 Surfsharp VPN 和一般坊间的VPN 会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就是 Surfsharp VPN 没有限制你的连结数量 例如你有10部iPad 10部iPhone 你可以用一个帐户 连二十样东西 它不会跟你说 你只能登入8部 不准再登入 就没有这些东西 它真的是无限步的 然后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伺服器 很多很多的伺服器 如果大家经过这个 优惠码 Osaka NG-Goy 你就会有 17折的优惠 以及免费三个月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影片简介 就会有一条连结 进去不一定要买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研究一下 VPN是否给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这样 我们回到剩钱 是没有 但是新入职 其实 真的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但是大手企业 一定有bonus 这个就跟其他优势就差很远 因为 譬如说 中小企 真的可能 出得一个月bonus 但是大手企业 可能半年都有机会 当然要业绩爆棚 但是有半年的可能性 至少出得都给你 都不会辱酸 而且在日本有一个 比较 社会文化 你做什么公司的人 看你的程度是不同的 都是我会觉得 你做一间 譬如你是一家普通 中小企的店长 和你做一间 大公司的 小企业 都是大公司的小企业 给人的感觉是 比较厉害 始终都是大公司的 主要问题是 社员在日本的 资格 这个位置 比较难得 社员的意思 其实在香港就很普通 一个普通正职 一个超越正职 但在日本是很难得到的事 真是很难得到的事 我想 在日本年轻 读书的人来说 大学毕业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成为一个正社员 好了 今集就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问他 关于你持有本田 有什么本田的问题 考下他 考下他 但要你解释得到清楚 他又听得明白 就是这样 今天多谢Billy上来做 嘉宾 他住得好像不近 特意过来找我 今天多谢 Thank you 今天公祝你的职场 一帆封信 好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